中共推不動產統一登記 一時多鳥 評論家表示 李大士文章揭示人類來源和歸宿 專訪許成剛 GDP增速4.5%是否代表經濟復蘇 各位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大陸五一長假臨近 旅遊業亂象丛生 網上正在廣傳的一張酒店五一漲價表顯示 旅遊區的酒店價格猛漲 有酒店的漲幅高達591% 大陸每日經濟新聞網4月26號報導說 這張表格中的數據是真實的 其中 青黃島立峰酒店 平日的價格為159元 五一假期價格飆升至1099元 漲幅591% 是表中30家酒店裡最高的 有記者通過協程APP上搜索發現 北戴河、老虎石、鴿子窝的利豐酒店 4月30號的標準大床房價格為1099元 如果5月14號入住 價格就回落到159元 五一假期的漲幅的確達到了591% 另外 還有民宿和酒店聲稱著火裝修等 強迫遊客退房 然後再將房間高價賣出 中美關係緊張 股市反應強烈 彭博社4月25號報導說 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4月份一個月內 市值蒸發了就超過1000億美元 報導說阿里巴巴、京東等網際網路巨頭的 美國存托憑證4月25號紛紛下挫 納斯達克金融中國指數當天大跌3.06% 這是連續第六個交易日走低 創下了該基準指數一年多來最長的連跌記錄 美國和菲律賓4月26號在南中國海 舉行聯合軍演的最後行動 法新社報導說 當天演習開始時 美國的海馬斯精準火箭系統 向停泊在離海岸約22公里處的 一艘退役的菲律賓海軍輕型護衛艦 進行了一系列的射擊 這是首次在有爭議的南中國海進行實彈射擊 演習是在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思的授權下舉行的 報導說 他正在尋求改善與華盛頓的關係 當天 小馬克思在菲律賓西北部 桑巴萊斯省的一個觀察塔上 觀看了美國的火力展示 外界認為這是他大力支持菲律賓 與美國聯盟的最新表示 美飛從4月11號開始 舉行被稱為肩並肩的年度軍演 旨在加強馬尼拉的軍事能力 支持雙方近年來最大規模的聯合軍演 大約動員了1萬8千名士兵 是去年的兩倍 其中有大約1萬2千2百名美國軍人 5千4百名菲律賓人和100多名澳大利亞軍人 好 下面來看今天的時事禁聞 4月25號 中共宣稱要全面建立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 專家分析 中共此舉不僅是要進一步加強控制百姓 也打算用來選擇性的反腐 4月25日 中共自然資源部部長王廣華 在全國自然資源和不動產確權登記工作會議上宣布 全國全面實現不動產統一登記 這代表著從城市房屋到農村宅基地 從不動產到自然資源 所有國土空間內的不動產物權都要被統一登記 不再分由各單位管理 在這之前 中共對於土地 房屋 林地 海域等不動產 全國各個部門 各個地方使用不同的編制規格 直到2013年3月 中共當局決定建立不動產統一登記機構 提出將分散在多個部門的不動產登記職責整合 實現登記機構 登記佈測 登記依據和信息平臺似統一 中共官媒宣稱 十年來 全國累計頒發不動產權證書 7.9億多本 土地 房屋等不動產是最普遍 價值最高的財產 通過不動產統一登記 可以明晰產權 所謂避免企業和群眾權益受損 台灣財經專家黃世聰則指出 中共此舉是要加強控制老百姓 因為我覺得現在他們有非常多的控制人民的手法 他們現在又有很多數位化的監控設備 你的信用狀況 資金的方法都會掌握清楚 但是唯獨房屋這一塊其實掌握的並不算是很清楚 所以進入這一次的調查或是登記 讓全民都登記得非常清楚之後 財產歸戶 歸到個人 未來再追尋資金的動向 或是追尋你的財產的來源之後 它也更有一些依據 值得一提的是 徵收房地產稅的前置條件 包括全國不動產統一登記和全國聯網 自然資源部指出 全面實現不動產統一登記 也就意味著房地產稅徵收的前提條件進一步完善 不少民眾擔心中共徵收房屋稅的時間可能越來越近了 但專家認為中共現階段還不敢徵收房地產稅 因為現在中國的經濟顯然有一個所謂的要轉型的陣痛性 在這時候如果再下這個重數 或許對於你要鼓勵中國內需來說 可能會有一個鼓勵的影響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中國沒有私有產權 土地與房子都是國家的 中國老百姓購買的只有使用權 租戶付的是租金 租戶是不應該也不需要付房地產稅的 是房地產的擁有者才有義務要付房地產稅 旅美政經評論人士秦鵬表示 如果中共貿然開增房地產稅 會造成房價猛烈下跌 對經濟、稅收和地方政府繼續賣地 都將造成嚴重衝擊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 近期授權新唐人電視臺 發表《為什麼要救度眾生》 在觀眾中引發反響 南加州的政治評論家郭樹仁 讀後感受到創始主的愛還有道德 是這個宇宙生命的真諜 李洪志大師近期發表《為什麼要救度眾生》 南加州政治評論家郭樹仁讀了三遍 他認為文章給人類補足了宇宙觀 我覺得我們一般人的話 最缺乏的是宇宙觀 也許我們有的時候我們有自己的人生觀 也有自己的世界觀 但是你缺乏了宇宙觀 你就是三觀 有一觀不全嘛 那大師的話是一代宗師 他傳達了這個訊息 傳達了這個創始主的訊息 跟宇宙觀 就是說他這一篇文章 就幫宇宙觀很清楚地表達 所以這是我們非常受益的 人的生命從哪裡來 要到哪裡去 郭樹仁表示 現在的人們已經很少思考這個問題 但李大師的文章告訴了人們來源和歸宿 還有以前不知道的知識 他講得很清楚 說這個創始主創造了人類的各種事物 億萬年形成了一些文化 什麼 那這讓我們了解到說 我們整個人的思想 這個信仰有一個理解有個歸宿 像我們人的話在這個亂世的話 就不會徬徨 那李大師也講到說 創始主他讓很多各門各派的一些 就像使者一樣 他用人的一個形象 來傳播一個這個創始主的這個宇宙觀 這個他也是講到 這是我以前是沒有聽過的 這也是讓我得到了很多這個很多知識 郭樹仁還從文中感受到 創始主的愛還有道德 是這個宇宙生命的真諦 創始主為什麼要來救人 這個李大師講得很清楚 因為創始主創造了人類 這就是說人就像他的子 就是像他的孩子一樣 所以人的父母總是愛孩子的 所以創始主當然是愛他的子民 當我們是他的子民 我們覺得我們的子民就像兄弟姐妹一樣 兄弟姐妹也要互相愛嘛 所以這個整個宇宙的話 沒有愛沒有道德的話 這個宇宙就會亂掉 所以這個億萬年 這個宇宙都在這種規範之間循環 郭樹仁認為李洪志大師傳出法輪大法 這麼多年來就是在帶領世人 走向道德回升的方向 將善發揮到極高的一個境地 我的感覺道德的話就是 你按照真善忍的這一個準則 去生活去帶人接物 這就是道德 李大師傳法的話 人傳了大概30年了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接觸到大法的人 就是已經得救了對不對 如果說按照大法的這個去行啊 已經是已經是會已經是會得救了 現在法輪功已經傳遍全世界了嘛對不對 他不只是在華人的這個圈子裡面 這個範圍裡面傳嘛 李大師幫法輪功這個大法 我們講大法傳遍全世界嘛 所以當然是全世界受益了 郭樹仁比喻當下人處在末世如同溺水 而李大師的文章好比一根浮墓 我只是比喻啊 比喻一個浮墓 我們就可以抓到這個浮墓 我們就得會會得救許嘛 救數啊 他說這不是一個是很很好的恩典嗎 創世主既然說在末世來救 他當時救說你這些你行的正的人嘛 對不對這是很有邏輯 平常我們的我們都就要求自己 我們要求自己 我們就按照一個好 一個我們剛剛講嘛 一個道德的 一個愛的一個原則 去帶人接悟 剛剛這個俗話講說 這個世界是公平的嘛 那你平常就是說 你行的是正面的 那你最後的話就是會得到一個善的嘛 國術人表示自己很幸運 通過新唐人電視台看到了李大師的文章 也會把這個訊息分享給朋友們 專訪許成剛 GDP增速4.5% 是否代表經濟復蘇 再來關注中國日前公佈的一季度經濟數據 GDP同比增長4.5%超出市場的預期 這是否是經濟復蘇的徵兆呢 今天繼續請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的 資深研究員許成剛教授為我們解讀 同比增長4.5% 4月18號 中共國家統計局宣布 今年一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4.5% 高於去年第四季度 也高於市場預期的3.8%到4% 不過中共官方的經濟數據向來存在爭議 2019年美國布魯斯金研究所 發表芝加哥大學的謝長泰教授 和三位香港中文大學學者的論文 他們使用增值稅的數據 重新估計工業批發和零售企業的產出 還使用了幾個難以造假的地方經濟指標 來估計地方和總體GDP 結果發現2008年到2016年 中國虛報實際GDP增長率 每年平均誇大兩個百分點 所以當官方說是4%的時候 按照他們過去的估算看到的趨勢 大概4%你減掉2%大概就是2% 那麼即便是2% 實際上我們也仍然需要存一些疑問 許成剛教授指出 中共官方公布的去年GDP增長是3% 但是如果看度量中國經濟基本面的數據 就會發現實際上去年呈現兩位數的負增長 而不是正增長 可是在疫情期間 中國有一個很大的經濟活動 是傳統的度量基本面的方法不太好用的 那麼那個經濟活動是什麼呢 就是測核酸 測核酸本身是個經濟活動 測核酸的經濟活動會生產GDP 所以呢它的官方統計數字呢 它可以說它有它的道理 它說我沒有作假 因為測核酸是很大的生產GDP的活動 那麼當然這個普通人呢 就會感覺到這個很難接受的 因為測核酸不停不停的測核酸 永遠讓人測核酸 每天測多少次的核酸 所有人在測核酸 那麼這個給大家帶來的是全面的負擔 以往人們講生產GDP的時候 是給人帶來的財富 但是呢疫情期間呢 它的經濟活動呢 非常大的部分是測核酸 許承鋼教授表示 考慮到官方把核酸產業納入GDP計算 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去年中國經濟是負增長 但官方的數字卻是正的 另外還可以解釋為什麼動態清零結束了之後 經濟沒有立刻反彈 照理說動態清零結束之後 經濟應該立刻反彈 但實際上沒有 不但沒有反彈反而還有下降 為什麼 那麼這就是我剛才講的道理 因為動態清零結束之後 立刻測核酸的經濟活動結束 所有那些東西度量出來的GDP沒有了 然後呢你要讓通常的基本面的活動再開始恢復 那個恢復需要一點時間 3月份的數據顯示出了一些恢復 例如服務業表現強勁 消費同比走強但環比回落 生產則持續出現一種弱復甦的態勢 房地產復甦力度有所回落 接下來經濟是否會進一步復甦 許承剛教授分析 供給側和需求側來說都有困難 這個恢復實際上中國的經濟遇到的困難 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是存在基本性質不同 其他國家是因為疫情帶來的 所以疫情過去以後很快就恢復起來 但是中國遇到的問題不是單純因為疫情 是因為它打壓民企 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來自於民企 但是你打擊了民企壓制了民企 你就自個讓自個的這個引擎熄火了 由於這樣的打壓全面的打壓 實際上這個企業家們都已經很害怕了 那麼當企業家們都很害怕的時候 這個它就不投資了嘛 只要民企不投資不活躍 中國的供給側的問題就沒有辦法解決 而在需求側 民間也因為失業率飆升房貸等家庭債務 以及對醫療養老等各方面的不安 寧可存錢也不願意消費 中國今年1月民間儲蓄額增加 人民幣近7兆 創歷史新高 下面我們來關注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4月25號 武漢樓盤海倫堡海月世界的部分業主 集體到平安銀行門前示威 抗議銀行非法挪走樓盤的監管資金 導致開發商資金短缺樓盤停工 當局派出大批警察驅散抗議人群 堅持不肯離開的業主則被警察強行抬到他巴士上拉走 山東青島維權女教師管小燕 因帶頭簽署4000人聯名建議書 建議將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權 從公安移交至檢察院 2021年9月被強迫失蹤 4月25號 維權網報導說 她被關押一年多後2022年10月已獲釋回家 大陸網能汽車集團從2021年6月開始 薪資不完整發放 欠薪近兩年 今年4月初開始陸續有員工從全國各地到深圳總部討薪 日前傳出的一份員工簽署換押的討薪傳單顯示 員工要求補齊所有欠薪 補齊所有社保 補齊所有公基金 廣東貴州華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年輕員工 4月17號在工廠宿舍墜樓身亡 家屬認為是工廠的責任 4月24號在工廠門口抗議 高喊 黑心廠商 王王兒子 黑心廠家 孝敬田娘 王王兒子 習近平三連任後獨攬大權 表忠內鬥的氣氛充斥官場 日前一篇警惕國家太監化的文章 在網路流傳 引發外界對中共體制的討論 來看分析報導 最近 一篇文章在網路流傳 內容是警示 中國在社會、文化和科技領域太監化造成的嚴重後果 並籠統提到 國家也應警惕太監化 文章作者是北京大學終身講習教授 現任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益 他在博文中形容 太監化就是沒有人格 不負責任的討好強權 沒有是非 不擇手段撈取利益 這篇博文早在2014年2月就曾在《南都週刊》 以未終結的太監化現象為題發表 如今再度被翻炒 暗諷時局 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冯崇義教授認為 這是因為中共的刀把子壓住了國內的批評聲音所致 4月7號 臺灣媒體上報 專門針對這篇博文發表分析評論 認為官辦大學校長饒益通曉官場前規則 博文重點刻畫出了中南海前所未有的 深度太監化現狀 文章列舉了李強、蔡奇、丁薛祥、李希等 習近平親信的表現 特別是李強上任總理後 馬上定位國務院為政治機構 新版國務院工作規則 並要求減少常務會議次數 重點學習習近平講話 旅澳歷史學者李元華表示 中共官員太監化和專制體制相匹配 你只能是言情計從對最高的統治者 就不講實惠、不講善惡 只講趨顏復勢、只講獲取利益 所以就變成了這種官場的太監化 4月10號 中共中央發出通知 要求各級黨委學習最新出版的 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和第二卷 還要納入高校作為理論學習教材 評論文章剖析 中共建政後 黨文化席捲中華大地 還有一次次的政治運動 都是對國人精神上的閹割 如今還試圖用新包裝的習思想 實現全民太監化 資深時事評論員王赫表示 中共的流氓統治折斷了民族脊梁 閹割了道德 王赫和李元華都認為 去太監化和振興民族的出路 是拋棄中共 喚醒良知 目前的三退大潮正反映了國人的覺醒和自救 2004年 《大紀元》發表《九評共產黨》 全面揭示中共的邪惡本質 引發民眾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的三退大潮 目前 已有超過4億1千多萬人公開聲明三退 文章最後說 由始可見 習近平既然已經實現了政權太監化 離滅亡就不遠了 李元華表示 在有正信的人士看來 中共本身是一個邪靈 滅亡自有定數 大陸民眾回憶中國的歷史 對比如今的社會 希望擺脫中共控制 重回輝煌 他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來看他的聲明 化明光明的民眾說 歷史上的中國 五千年歷史文明傳承 各民族輝煌燦爛的文化組合 攀幫蜀國爭相仰慕學習的中華文明 無論經濟 軍事 文化都是一流的 歷史上的中國 在農村到處是孔孟書院 私塾學堂 是聖賢教化的禮樂之邦 遍地的佛寺 道觀印證著 東方文明古國傳承不息的信仰 從皇帝大臣到世身百姓 無不是崇佛信道 無論歷經多少朝代 也無論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朝代 唯一不變的是對中華文化的尊崇 可是 今天的中國在無神論的影響下 社會禮崩越壞 道德淪喪 大部分人沒有宗教信仰 是非善惡不分 假醜惡價值觀大行其道 事封日下 好人難當 希望更多的有識之事評估論金 放眼未來 思考今天社會問題的根源 擺脫魔鬼的智庫 再造輝煌燦爛 萬邦來朝的中華盛世 好 觀眾朋友 感謝您收看這一期的中國禁聞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 再見